AAN 大家好 根本英俊 今天介紹CTE25 全崩階 介紹前還是一樣 記得訂閱根本英俊的頻道 Let's G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二个介绍是八艘商品现在是缺货中的日本的OPMID正合表 它是高反差 里面有档位显示 温度 超转 圆灯 ABS灯 所有的几乎都整合在时间 油温都有在里面 再来也是壁桩的商品 车充 它专用的车充 防水 它有红色跟蓝色 随取选配 再来就我们家的REMODO可调的手把痕杆 可调 它可以调长调短 再来这是也 Catsby的 CNC的 这个叫 恶魔吗 怎么念啊 Diablo Diablo 这支质感真的还不错 GTR跟REMODO联名的 手把痕杆 再来 这个 安全帽 锁 这个可以装这边 这边 你要出去外出 安全帽挂着 比较不容易被人家 干走 这个也是蛮推的 再来这是KITAKO的 应该是讲手把的后扶手 扶在正面的 造型啊 可以扶扶手的 再来这个前面 方向灯 造型盖 它有五个组件 前后 方向灯各式加后 刹车灯的一个 再来 这个 泰智的 前面大灯的上支架 跟大灯支架 这有很多款 喜欢的话可以截图 来问思绪小编 再来是这一个 这个是原本 装在 那个原厂后架的下方的工具箱 但是它改了 那个后架 所以它多出的空间 泰国做了 这一个支架 让它可以移到这个位置 其实不一定是这个位置 其实你要有位置你都可以锁 所以你想要什么 这是行车记录器 这是我觉得台湾 必装的商品 安全前后镜头 这个是 翔尾蛇 叉吐系列 前后 这是必装的 再来换前面 前面这是被耐力的 被耐力的 CT Close 我打个灯 我打个灯 CT Close 317 其实它 可以不用加高 其实还好 蛮一败的 不然你加高的话 喇叭的位置 一定要在往上 不然会去敲到这一个 再来为我介绍 它有升级前后避震器 这是RB 目前他们也有做的 就是RB的 前叉 避震套件 预载壳条 登山 露营 必备的 一定要换一个避震器 再来这个 也是精心帮它 克制的 油冷排 你看能不能让它克制一个支架 油冷排 因为这台车主 它改了143的气缸 所以 温度也偏高 第一个帅度提升 第一个 温度也会下降 再来就是 日本的 PR的雾灯 这个也是CT必装的商品 第一个造型好看 第二个 晚上有提升它的亮度 我们要试一下它的亮度 两颗一起亮 黄色的 它有白光跟黄光 有感觉吧 还不错啦 亮度还算OK啦 比原厂好很多啦 好 再来我们就换这里 就是H2C的 中央挂钩 它有两个 一个这里一个后面 这是G牌的 中央龙骨盖 这个 这个要用 NK的进气肥肠 这个要破坏 空虑的那个 盒子 把它插上去用 水里方裹起来 这个效果其实真的还不错 因为它有改了X43 所以它里面加了喇叭口 其实这样造型还不错 再来这个叫 LETA LETA 这个 客人自己买的 这个其实可以自己 网络看看 LETA的 碟盘 造型螺丝 再来G牌的 搭档稳定器 有照到吗 再来这个是越野型的 脚踏 其实这个 还蛮实用的 防滑 造型 再来这个 这是一个造型贴片 它把CTU的 是两边一堆的 造型贴片 再来就是 那个 短板的进气盖 因为它改了这个后架 所以 这个进气口 一定要把它 换成这样 不然 原厂会挂在这里 很难看 再来就是 后避震器 GJMS的GP2 没有气瓶的 基本款 重点来 这一支是有降两公分 看一下 车主说他觉得坐垫有点高 所以他把它降了两公分 这个也可以克制 有需要的可以私讯 小编 还私讯核心车业粉丝团 我们家NEMOTO的 后座 CNC脚踏 这次卖得很好 我一直要强调说 这是全台湾制造 全部都是台湾制造 旅料都是60 65的 加大的 就是脚踏 泰智的话 它可能偏短 这个脚踏 再来 编柱加大座 这是必备的商品 编柱加大座 再来就是 这个就是辅助的侧架 就是说 这个车主都会常去做录影的动作的话 这个侧架一压上去 它就固定在这个位置 防止它车太重的话 车子会倒下来 这个还蛮方便 这样就收起来了 这样就固定了 这样就收起来了 非常方便 再来就是 我们家的 Nemoto的CNC 磁盘 跟 RK的 黄金链条 游风这个是必装的啦 不然常常 要 链条就很容易松 硬硬又很大 G牌的 链条盖 这个 泰国的品牌 但是配 它的 材质用得很好 所以日本的 铝料 白铁铝料 日本的白铁料 瑞士的铝料 都是用很高规等级的材质 再来就是我们家 自己开发的那个 Nemoto的白铁铅 专为它设计的白铁铅 不然原厂的那种白铁铅真的很容易送生锈 不信 有空你自己拆起来拉看看 它里面绝对都是锈板 尤其如果常常跑林道啦 去登山 越野的话 其实更需要换这个东西 这我强烈推荐 这是GJ 再来这个是K-speed 这个应该台湾能见度很高 K-speed的喇叭口 的排气管 我们大约简单听一下声音 因为在这个 因为在这个 密闭的环境可能声音 会不太正确 这个就是 一组的侧盖的 保护贴 造型保护贴 Nemoto的后驾 这个是车主自己去买的一个有油温的油尺 这一样就是 越野的脚踏 来 一样 这P 其实这个它有它专用的支架 你要装这里 装这里骑都可以 这个真的是 再讲一次 金星MASER系的支架 不然你 装态前面的话 会去达到土俗 这样镜头有看到 所以这是客制帮它做的支架 这是家常的 土俗 原厂差不多到这里 这个家常上去 至少这个水就不会喷在这里 这里我们都有帮它做黑化 这个是黑化是蛮强烈建议要装的 不然这里就真的很容易生锈 再来前面也是 泰式的浮动碟 日本的钢材 瑞士的铝料 ABS 浮动碟 前后都是浮动 这个也是 Nemoto 前轮白铁芯 这个长度才225而已 所以我们为它开发了它专用的白铁芯 好不好 以上 差不多 有喜欢的 我看最近都蛮多人会问 我老板我都看你的YouTube来说我要改什么东西 好不好 这就是让我继续录下去的东霖 今天就录到这里 拜拜